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观光饭店龙头金华8月份的营收 较去年同期大增了超过18个百分点 突破5亿元大关 那么金华也预告下半年 随着他们旗下的台南精英酒店要正式开幕 再加上主打平价路线的杰斯旅交吸管 也要加入营运行列 渴望刺激整体的业绩交出亮眼表现 模特一出场身上破亿元的珠宝万表 马上吸引全场目光 跟邀请连续七年荣获米其林 心急评鉴肯定的日本知名餐饮集团 现场秀给你看 金华集团行销布局全球 要用多油化商品打开消费者荷包 今年呢其实从去年开始 其实每一家饭店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那最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自由行 我觉得陆续在发酵当中 与日本餐饮集团主厨还有模特 站在一起 薛亚平看起来相当娇小 不过谈起集团布局 专业态度马上展露无遗 社会旗下新成员台南精英酒店 营运逐渐步上轨道 加上故宫金华以及杰斯律等子公司 忘记冲刺 8月营收超强眼 台南精英酒店 其实我们会在9月15号正式开幕 那目前开幕以来呢 表现非常的优异 那我们也相信在住房方面呢 我们也能够很快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下半年的话我们应该在年底 在郊西杰斯律也会开幕 公布8月合并营收达到5.1亿元 年成长18.47个百分点 累计前8月业绩也很有看头 较去年同期成长9.74% 来到40.37亿元 随着陆克自由行人数逐年增加 渴望为集团营收动能再添柴火 福生陈建伟台北报道 ани像 这 Cowden 这もの 好 禅 longest